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谈一下台湾的军演啊 这次台湾军演呢是两个军演 一个是台湾军方的这个汉光演习 这个是专业军队上的演习 还有一个呢是军民联合的万安演习 这两个演习能在这个时间举行啊 我真是对蔡英文政府的这种勇气啊 更加钦佩了 因为这几天呢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就是这个佩洛西访台这个事 现在中国跟美国这边呀 真是针尖对卖王 在这就杠上了 不光是打嘴炮 而且双方确实都有这个军队的调动 所以这个局势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蔡英文举行的这种军事演习呢 可以说是宣示了台湾的一种意志吧 就是我不具备你中共的武力恐吓 你只要是对台湾敢动我 我们台湾就敢打 就是把这种决心呢表现出来了 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啊 蔡英文政府呢没有掉链子 没有说针对佩洛西访问 台湾这件事情呀 在这个上面活去你 没有这个意思 尽管他针对访问台湾这个事件 没有发表直接的意见 但是他能在现在搞这个军演 就是一种态度嘛 我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 我跟美国的外交交往 是一种国与国的交往嘛 你中共作为第三国 你怎么能干涉我们的这个内政呢 对不对 所以他这次搞这个军演 就是宣示一种自己的主张 这是中国你自己看着办 你要动我们奉陪到底 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演习啊 本年度的这个台军汉光38号演习的重头戏呢 是海空截击作战演习 与这个7月26日拉开了帷幕 台湾总统蔡英文登上基隆级军舰 出港教越海空军联合作战演习的全程实况 总共有20艘舰艇15架次舰机参演 台湾媒体报道说呢 今年的汉光演习25日启动后 中国舰船连续两天在花莲及台东外海出现 这个是有关汉光演习的报道啊 这个演习呢 我想台湾朋友也不陌生嘛 另外台湾的这次军演呢 它也是一种防御性的演习 主要还是考虑应对大陆来攻击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来防御 就是它的演习呢 还是这个主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安演习啊 据台湾媒体中央社7月24日的消息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称 万安45号演习25日至28日举行 今年万安演习将结合汉光演习实兵操演 每天下午1时30分至2时 分区实施警报释放交通管制等演练 并与台北台中台南各一里演练 车停人就近疏散 期间民众需配合引导下车就近疏散避难 这次的演习呢 我看媒体介绍呢 也有点特色 以前说这个演习呢 就是警报拉响以后呢 车一停 然后人就待到车里头 但是这一次的演习呢 就是更加逼真 车停了以后呢 人必须要下车 就近到眼底去疏散 就是这个演习的逼真度呢 就更高了吧 有关这个演习的细节呢 媒体上也没有更多的报道 我想呢 台湾地区的朋友啊 这么多年来 对于这种演习呢 可能也习惯了 那么这里头呢 我在报道里头呢 看到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这次的汉光军演啊 专门演习的一次 针对中共在这个淡水河口 抢滩登陆的 这样一个对抗的训练吧 那么在地图上就能看到 这个淡水河呢 你只要进了淡水河口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登陆艇啊 直接开到台北 所以我想通过淡水河口 突进台北呢 也是解放军攻占台湾的 重要的一个战略战术吧 我想应该是会这样的 因为你靠着舰艇呢 直接通过淡水河呢 就能到达台北市 那么这样就省去了 在滩头登陆 然后在机动前进 你这一路遭受的阻击 就会比较多呀 或者你这个空头的话 你也会在这一段距离上呢 有很多防空武器会阻击你呀 但是你一旦挺进了淡水河口呢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舰艇啊 快速的奔向台湾 因为在这个河里头呢 毕竟没有在陆地上 那么好阻击 所以我想通过淡水河的突袭呢 也是中共的一个攻击方向 但是这次呢 这个汉光军员呢 还是比较逼真的 把这个阻击淡水河进攻呀 当做了一个重要的科目吧 我认为这个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吧 台湾能在这个时候举行军演呢 我觉得他也是不惧怕中共的 以前在台湾岛上呀 可能还有很多人呢 惧怕中共 但是看了今天这个俄乌战争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就打消了这个顾虑了 他俄跌去打个乌克兰 就是那种表现 那么台湾呢 整体的过力比乌克兰强多了吧 对不对 另外整个国防建设 这么多年也没有松懈呀 就是针对你大陆的进攻呀 你反观大陆 他部队的这种腐败 会完全腐蚀他的战斗力 况且他的战斗力 也就是他额跌的70% 还要跨过一个台湾海峡 你想他有多少胜算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决心啊 离什么都重要 因为你一旦表现出了这种决心 你的盟友才会支援你嘛 就跟乌克兰的情况是一样嘛 但是普京为什么那么大胆 就去打乌克兰了 他想我这些坦克 只要开到乌克兰境内 逼近基辅 那么或者是泽连斯基投降 或者是被俄军抓住 或者是潜逃第三国 然后乌克兰之间都垮台了 他直接把这个清俄的政府一扶植 这个事情就完了 但是他没有看到 泽连斯基没有跑 而且是奋起反击 情况就不是他想象的嘛 对不对 现在反而是把他搞的呢 进退两难 我看俄罗斯离失败呢 也不远了 那么从现在台湾政府的表现啊 我觉得中共改勘战的话 那么结果是中共失败 也许中共就垮台 所以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中国 你赶快打响第一枪呢 可能还能更早的解放中国的老百姓 好吧 自己发现了 这是您您看 乌克兰之间的 那么这就是 我就再走 可能是前面 又是 互相 掂